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已多次提价 特斯拉对Model 3轿车和Model Y跨界车进行了价格调整 这是该电动汽车制造商自今年年初以来的第四次调价 特斯拉把Model Y高性能跨界车的价格提高了1000美元 把最便宜车型后轮驱动Model 3轿车的价格降低了500美元 沃尔玛宣布将关闭三个美国科技中心 并要求数百名员工搬迁以保住工作 该领受商将关闭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加利弗尼亚州卡尔斯巴德和俄勒港州波特兰的科技人员办公室 在美国雇用了130多万名员工的沃尔玛 为此将支付员工的搬迁费用并向决定离职的员工支付遣散费 由于成本上升以及生产转向电动汽车所需的精简结构 福特计划未来三年在欧洲削减3800个产品开发和管理的岗位 此消息对于工会来说是一个打击 工会曾在1月底表示过 最坏的情况是欧洲产品开发部门裁员2500人 行政部门再裁员700人 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宣布 其董事会已批准向位于亚利桑那州芯片工厂 最多增资35亿美元的计划 去年12月台积电已将亚利桑那州芯片厂的计划投资 增加了两倍至400亿美元 辉立资本团队祝您健康快乐